哟 大伯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想你这个小机灵鬼了呀 你长得可真快 看着他就相信我们小时候 你 人家是坑爹 你就是坑弟 我俩去掏小龙虾 他掏了一个洞 说里面有个大家伙 然后让我去掏 结果掏出一吊蛇 真的假的 还有他让我按住放屁虫的屁股 放屁虫的毒屁喷我一脸 又臭又疼 你也没少坑我呀 插秧的时候自己判马黄 躲学校里一直躲到天黑 我插一天一样不说 晚上还得去找你 现在是不是该插秧了 是啊 感觉老两口子在家差不多动了吧 端午节回家 好啊 说走就走 坐我车吧 一辆车就够了 你那电车就算了吧 半路肯定要充电 而且老家又没有充电桩 太麻烦了 我那芬兰达池油电混合的好吧 买油差不多能跑八百公里 根本就不用充电 可以啊 那坐你车回去 哎 就跟搬家一样 面困后备相大 有四百二十七十不然真不够壮呢 耶 买马上哦 Ready go 嗯 你不走高速啊 相信我 以一个老司机的判断 端午节高速速度得很 走国道更快一点 这路开的就是个心跳啊 我这车子有PCS预喷装安全系统 前面有东西会帮忙提前刹车的 你怕啥呀 大白 你脸疼不疼啊 哎 你就开高速吧 别降了啊 好 我转到高速上 别怪我妹提醒你堵车啊 我再又听到啪啪响 我已经习惯了 偶尔拭误一下 没关系的 大白 你不开导航啊 导航就不用开了吧 你大伯熟得很 再说你爸也熟 对吧 那必须的 你要相信男人的方向感 刚才是不是走错了 还有我的妈呀 前面街舞也是可以转的 淡定淡定 你们可以小睡会儿 门醒了 差不多就到家了 真是兄弟俩 一模一样 好家人名 欢迎你 我的妈爷 这脸都咋肿呀 幸好我的车油耗不够 走错了也不要紧 开到家有管够的